雅各的夢 乃是神無妙的夢 也就是波特里的夢 神家的夢 這家就是 今日的招會 要終即完成 與新耶路撒冷 做神 和祂所救贖之宣明 永遠的之所 當我們為這神的建造經營 天然生命的破碎 並經過變化時 我們就會有 一個重要且根本的轉彎 就是從對神個人的經歷 轉到對神團體的經歷 經歷一生做波特里 波特里的神 雅各帶著 祝福無所欲言 輪到祂的十二個兒子時 祂乃是一個神感 就是一個 為神所充滿 構成精通 甚至充足的人 無論祂思想 無論祂思想 都是神的思想 無論祂發表什麼意見 都是神的意見 神按著祂的心想 造人命給人 觀止全 無敵是要人成為神的福祉 做祂團體的長線 並實行神的全民 對付仇敵 恢復地 並帶盡神的光 對付仇敵 恢復地 並帶盡神的光 對付仇敵 恢復地 並帶盡神的光 充分壞 充分壞 神的 honor